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四骑士TV 今天我们的科研人员出土了四骑士的两尊埃及玩具 阿努比斯,巴斯特 先看猫神巴斯特 传说中它与家庭孕育有关 猫脸人生是它的重要特征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脸上斑驳裂痕,微妙微笑 头巾凹陷部分也是有着雕塑般的刻画 耳环也是可以活动的 取下头巾就可以更换头雕 两只雕塑风的,两只写实风的 其中各有一只是可以固定头巾的 另外两只是不搭配头巾的 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注意到 猫神的黑色指甲,瘦太手脚 可以搭配写实风的头雕 而另一种人类画风的手脚 搭配雕塑头雕,均为插拔替换 两种形态,两种选择 这真是四骑士设计师的巧妙设计心思 虽然瘦脚的刻画唯妙唯肖 但是脚底面积有限 这就导致接地烧差 与此同时前方记者告诉我们 猫神的尾巴也是可以插拔的 并有铁丝可以摆出造型 猫神上半身衣服为胶 下半身为布,棉麻的质感 铁丝可以弯折 但是后幅没有 除此之外 猫神身上的配饰也是颇为奢华 彩色的挂饰 颜色鲜艳 前方是一只金色的鸟 专家分析 腰间金色瘦头可能与猫神的 另一种尸头形象有关 这里则为软胶 颜色丰富精致无比 精度相当的高 非常兴奋地告诉大家 猫神的配件也都出土完毕 陈列起来颇为壮观 青铜猫像 涂装的斑驳刻画令人赞叹 很像刚出土的文物 艺术味道很浓 椭圆形的篮子 有雕刻出来的编织物的感觉 希斯特琴 造型精美 做就到位 野兽手上或许是塞赫姆权杖 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解答 尸头装饰物 对应腰间的装饰 附带两个立台可以固定展示 同时出土的还有三个罐子 传说中这是用来装内脏器官的 陶器的裂纹非常真实 上面的文字也都不一样 根据前方的报道 古埃及的亡灵引领者 阿努比斯 即将出土揭开神秘面纱 阿努比斯 常以胡狼头人身世人 表情冷俊 威严感十足 头巾与毛神同款 同样精致 另有一张嘴头更是让人胆寒 狼牙与舌头的刻画非常写实精准 上额纹路都清晰可见 意义起出土的还有一雕像头 脸部有开裂 神情可爱许多 雕像薄套一个 与雕像头搭配使用 它与毛神同样有黑色指甲的兽爪兽脚 和人手人脚可供插拔替换 两种形态供您选择 我们可以看到手掌的细节也颇为丰富 有着纹路刻画 多种手型可以选择 替换方便 它的服饰也颇为奢华 宽大的项链由多层组成 刻画立体细致 上衣服装也是一层一层的感觉 腰带也相当复杂 短裙面料与毛神相同 棉麻质感带有铁丝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胳膊与腿部血管分明 非常健硕 尾巴也可以插拔 内有铁丝可以活动造型 它的可动如下与毛神相同 传说中阿努比斯引导死者的灵魂通过冥界 并以死者的心脏进行称重仪式 心脏轻如羽毛则可上天堂 如果重于羽毛则将会被打入炼狱 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将它的配件出土 与毛神配件放置一起颇为壮观 举世文明的法老图坦卡蒙古墓 狐狼雕像还原度非常之高 身上的腐蚀痕迹 裂纹都有很好的展现 尾巴做了分件 底座每一面的图案都不一样 精美异常 腐蚀痕迹也一一做出了对照重现 更加让人惊喜的是 雕像底部可以打开 藏个零花钱非常合适 阿努比斯手持权杖 顶部为动物头 底部是插形 斑驳刻画非常漂亮 生命制服在古埃及象征 生命和不朽 鸟形的展示物与猫身胸前项链对应 另有一阿努比斯之眼 是它的代表象征 两个展示物可以与猫神的尸头一起放置 狼头盖子的阿努比斯罐一只 与猫神那边出土的三只罐子组合成一套 以上就是出土的全部内容 四季式的埃及众神系列 炫提非常有魅力 阿努比斯是神秘 死亡 守护 黑暗 权威 猫神巴斯特是温柔 保护 孕育 欢乐 健康 这是一套非常有文化底蕴的玩具 放在家里也颇有艺术气息 朋友来家中做客看到也会连连称赞你的文化水平 好了各位观众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四季市TV 不见 不散